要避免今季四大街空 南華在足種杯鬥結智幾乎等於是最後機會 八強當正決賽踢 不過有決心並不代表時事順景 反而結智一個攻勢就一攻搞定 陳文輝的角球有備而來的內彎幫 幫這支出路聯賽杯盟主先開紀錄 欠聯賽錦標有優勢的結智 還有亞洲足協盟這個後顧 為了這場八強戰 正選陣容做了八個調動 打正全民皆兵的旗號 一樣OK 即使42分鐘被對方的基奧雲尼追成平手 不過放開懷抱的結智 在完半場前的最後一刻 找到少林寺的一個漏洞 啞高將比分變成2比1 突如其來的失光 令到南華下半場迫不得已 更加要落多兩前欲緊局攻 但是還要遇著幸運之神作弄 橫微頂住陳偉豪的射門 直至84分鐘 少林寺出現比起紅色暴雨警告 更加悲悲的一幕 奴彼道要孤立無緣的葉鴻輝 舉手投降 結智總領隊五件賽後 稱讚把守最後一關的國劍橋 事實上這位二號門將完全壓倒場 迪亞高和基奧雲尼連環挑戰 都比國劍橋化解危機 就算祖二在最後一刻 幫南華入一球 都是於事無補 宣佈為免失敗 結智贏3比2 晉級4強 也繼續朝著三冠王的目標進發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郭子龍報導